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技术上划分全自动杯型冷压和热压口罩机有什么区别 那么全自动杯型冷压口罩机的话 它的主要是溶喷层不经过高温热压 而是单股分出去的 所以溶喷部的效果不会受到影响 过滤效果在95%到98%之间 全自动热压的话 它主要是通过热压一体成型 溶喷部经过高温后 溶喷部的过滤效果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它的有效过滤效果在75%到85%之间 按照美国医疗口罩认证来划分的话 热压只能通过FFP1测试 冷压可以通过FFP2、FFP3测试 那冷压和热压出来的口罩 外观上是有什么不同吗 这里是我们所有口罩 你可以看到从外观上是没有很大的不同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触摸去感受它的一个区别 那为了给大家看到它们的不同 我剪了两个口罩 一个是热压,一个是冷压 那我们的镜头可以靠近的看一下这个口罩里面的布料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冷压成型的口罩 我们是把它剪断之后 那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里面的溶喷层 是可以单独被分出来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热压 那热压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 它里面没有明显的一层溶喷层 它的溶喷层已经跟上面的这个压在一起了 所以这是最直观的区分方式 好的,我看到口罩上面好像耳带焊结部分有些不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是的,我们有分两种焊接方式 一种是测汗,一种是震汗 那么测汗是焊在口罩的侧面的这个部分 那么震汗它是焊在口罩封边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的3M款它是典型的测汗 那我们的3G款呢,它就是一个震汗 全自动,杯型热压跟冷压口罩机都可以做测汗尔吗 是的,我们可以根据科夫的需求定制 测汗尔和震汗尔是不分热压和冷压的 好的 市面上很多杯型口罩都是戴眼呼吸法的 你们的口罩机可以做吗 我们的口罩机是可以做的 包括海绵条,这些都是选配的 可以看一下我们做出来的一个戴呼吸法的口罩 这个是不戴呼吸法的口罩 那么客户有需求就可以配置 客户没有需求就可以不用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3M款的戴海绵条的一个装置 那这两个都是可以做的 好的,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看到市面上有很多款式 那请问你们的机器是可以做任何款式的吗 是的,只要客户提供C&E图纸和 样品我们是都可以做出来的 然后这个款式的部分 这个是属于我们客户定制的一个款式 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的款式部分呢 它是主要是一个模具 所以我们只要更改那个模具就可以 好的 那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 口罩的那个耳带长度跟宽度是可以调节或者定制的吗 是的 我们的耳带长度和宽度都是可以定制的 那我们建议的一个耳带长度呢 是280到350毫米 那我们耳带我们也是支持这种圆的耳带 既支持圆的耳带也是支持宽的耳带 那我们宽的耳带我们是建议客户做5到7毫米的 好的,谢谢 市面上有一些背型口罩是戴呼吸法 还有一些是不戴呼吸法的 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那么戴呼吸法的口罩呢 呼吸会相对顺畅一些 可以轻松的将肺部里面呼出的气体排出口罩外面 而没有戴呼吸法的呢会相对比较闷 口罩里面还容易产生水气 那戴阀门口罩呢它适用于长时间的一个职业防护或者雾霾 那比如医护人员或者是在工地上工作的人员 就适合佩戴 那不戴阀门的口罩呢更适用于短时间和日常防护佩戴 好的,谢谢 那么今天关于背型口罩机和背型口罩的基本知识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后期我们会更新更多的关于机器的讲解视频 可以关注我们,然后我们会更新哦 感谢观看